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某一个碳氢化合物呢 8.6克 经完全燃烧 完全燃烧就完全跟氧作用后呢 产生了二氧化碳是26.4克 那么该这个气态之碳氢化合物 密度呢是同状况下氧气的这个2.6875倍 那求这个碳氢化合物的检视是什么 分子量又是什么 所以最后它的分子是又是什么 那我们先想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碳氢化合物里面只含碳跟氢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它完全燃烧以后 产生二氧化碳是这么多的的话 那么这么多的二氧化碳当中 里面所含的碳 就一定是从这个碳氢化合物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碳呢 应该是怎么样 都是从这二氧化碳里面来的嘛 所以呢 二氧化碳总共是26.4克 那在二氧化碳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二氧化碳 它的这个什么 分子量是 二氧化碳的分子量 是44嘛 12加上16乘以2 所以是44没有问题 那其中呢碳占了44分之12 所以这个二氧化碳呢 里面的碳就是26.4克里面 乘以44分之12 所以呢你算出来会是多少呢 很有趣算出来会是等于7.2克 我们呢来算一下 同处于4好了 所以呢这边是3 这边呢是11 11呢跟26.4去除的的话 就会是什么 就会是2.4 所以2.4乘上3 乘出来就是7.2 OK 所以这个碳氢化合物呢 的碳的部分占了7.2克 所以很显然的氢应该就是占什么 总共碳氢化合物是8.6克 减掉了7.2克含的是碳之后 剩下的就是氢了 所以氢含的是1.4克 OK 所以碳跟氢重量既然是7.2克 跟1.4克的时候 那他们的这个什么 数量比是多少呢 就很明显了 碳比上7 就应该是重量去除于原子量 然后呢去比上重量去除于原子量 所以7.2除于12的话 是等于0.6 然后后面呢是比上1.4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等于3比上7 当我们求出这一个化合物的最简单 所含元素的这个最简单整数比的时候 我们已经回答了什么问题 就是它的减式是什么了 所以我们先写在这里 第一个我们知道那它的减式就应该是什么 C3H7 那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要知道它的分子式的话 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应该不能说非常简单啦 非常重要的是说我们要去求出它的分子量 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求出它的适量 它的适量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它的适量应该就是12 碳是12嘛 乘以3个再加上呢 氢是1乘以7 所以36再加上7是等于43 那我们只要看分子量是适量的几倍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把简式乘上多少 那就变成是我们的这个分子式了 那现在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求分子量呢 显然这跟我们第二个什么呢 条件有关 他说啊 这个碳氢化合物在气态时候的密度呢 是同状况下氧气的这个2.6875倍 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这个亚佛加绝定律 气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律 亚佛加绝 如果忘记的话 回去复习一下 那这边呢 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什么是 亚佛加绝定律 就是在同温 同压下的时候 也就是同样状况下的时候 同温 同压下 好 等体积的这个气体呢 是有等量的莫尔数 OK 也就是相同莫尔数的这个气体 就会具有相同的这个体积 也就是气体呢 怎么样呢 气体 体积比 会等于莫尔数比 好 不论是 不论是什么样种类的气体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那既然气体体积比 会等于莫尔数比的时候 所以说如果我今天让两个东西的莫尔数 完全一模一样的时候 那么他们的体积 就会完全的一模一样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重量比 也就是呢 如果我今天把两个东西的重量 我不知道这个碳氢化合物是什么 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X好了 这个X的重量呢 比上氧气的重量 OK 你想想看哦 如果我们现在都让它是同样的莫尔数的的话 OK 同样的莫尔数的的话 那我们就会得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们的重量比 其实就是在比两个东西的什么 分子量 对不对 就是在比两个东西的 分子量 那这个时候又由于 他们的体积是一样的 OK 他们的体积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可以根本就把什么 这个重量拿去除以同样的体积 我们体积用V V当作体积 O2 同样去除以V 这个都是体积 我们写在旁边 免得大家不知道 V呢 代表的是体积 Volume的意思 OK 那 重量除以体积 算出来是什么 就是密度啊 所以就是两个东西的密度比 Dx除以D02 OK 也是一样 很多代号 大家可能都会不熟悉 没关系 D呢 代表的是密度 OK 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已经告诉你了 在同样的状况下 这个碳氢化合物的密度 是氧气的2.6875倍 所以呢 这边等出来 就是等于 2.6875 2.6875 那我们已经知道呢 氧气的分子量是多少 氧气的分子量是32 这样我们不是就可以去算出什么东西呢 我们不是就可以去算出这个碳氢化合物的分子量吗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算 Mx 就会等于 它的分子量就等于32 乘上 2.6875 好 看起来呢 有一点丑 不没关系 我们直接把它乘一下看看 重新算一下 history给它藏起来 32 乘以呢 2.6875 等于 哎呦 直接刚刚好是等于86 所以这个数字很漂亮 就等于86 也就是说呢 这一个东西 它第一个答案 简式是这样的时候 再来我们算出它的分子量 利用亚佛加决定律 这非常重要 请大家一定要复习 我们算出来它的分子量是86 你看刚刚好是适量的两倍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分子是应该要长的是什么样子了 就应该是C3 H7的两倍 所以就是C6 H14 OK 那等各位以后学了有机化合物的时候呢 就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 是属于碗类 OK 碗类 那这个碗类呢 又看它有几个碳 那加以丙丁物几呢 分别代表的是含一个碳 两个碳 三个碳 四个碳 五个碳 六个碳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是几碗 OK 那以上呢 这个整个计算的过程 请大家记得要熟悉哦